補充的 所以數學 是誰 那個勳結怎麼跳出去了 我們等一下再等勳結上來 老師我是這樣拿兩張 好我覺得你的應該夠 你的夠 不講話了 秉承跟燕志還有 從安你們都把鏡頭打開來 你們都把鏡頭打開來 秉承呢 燕志呢 好秉承 秉承你紙有沒有準備好了 秉承你紙 有齁 那燕志呢 燕志你有沒有準備好了 勳姐你剛才怎麼跳掉了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你剛剛問我說要不要考很多 應該是還好 可是你記得紙還是要準備足夠 好不好 嗨浩宇 浩宇你今天又在吃什麼點心呢 你在吃什麼點心 吃餅乾 吃餅乾 等一下參課不要偷吃喔 這樣我會肚子餓 因為你不能跟我分享 好吃嗎 好 你們剛剛進來的同學一樣去準備一張紙 然後還有你的 喔今天還要準備國語課本跟國語評量 國語課本跟國語評量 好 所以一張白紙 還有國語課本跟國語評量 還有國語課本跟國語評量 那浩宇你不用拿國語課本 你只要拿國語評量 OK 好 鏡頭都打開了不要再關掉囉 不然我就沒有辦法幫人家 白紙要拿嗎 白紙要拿你也要拿白紙 好 群姐你都準備好了嗎 好 群姐你的好朋友還沒上來耶 群姐你會不會很想解祥語 你有沒有看到解祥語今天在我後面 有嗎 你的好朋友 我放大看看 有沒有看到 有 有 有哈 阿李捷恩呢 李捷恩有阿李捷恩在鏡頭 他在家裡阿 所以你又 看到我 對你看到誰 今天看到誰 喔 傑恩你今天有去打疫苗喔 是嗎 那你有沒有多喝水 鐵香雨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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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沒感覺 還沒阿 因為你要先多喝水阿 不一定 每個人打完疫苗的那個 感覺不一樣 但是你還是要多喝水 今天怎麼了 今天不用上課 對 早上沒有上課 好了 那我們同學都回來了 我看大家都在位子上面 我們就 我們就開始來看今天要寫的數學囉 好 現場同學 金喬喬 現場同學金喬喬 現場同學金喬喬 好 這裡有沒有看到老師分享的畫面 好 這個你一樣要寫在你的白紙上 那那個響雨阿 阿又選好的 你們的白紙這樣子抄 有沒有看到老師的畫面 好 我把它轉方向 你們看 今天又宣抄得很棒 你們看 好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第二大題 第四大題跟第五大題 這樣子抄 好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看到的開麥克風 跟老師說有 有 有 好 那你們要看又宣抄得一樣漂亮喔 可以嗎 好 現在呢 我給你們的題目是第二大題的題目 所以你們現在邊抄可以邊把答案寫上去 邊抄可以先把答案寫上去 記得要抄漂亮喔 好 開始 可以可以寫嗎 可以 你們也可以寫 可是第一題不用抄嗎 第一大題我們昨天講完了就是那個是非題 圈差題 那個是昨天講的 所以今天就講下半部 今天講下半部 講二 四五大題 OK嗎 好 老師我不知道怎麼抄 你不知道怎麼抄 好 你有沒有看到又宣寫了一個6月9號數 有沒有看到 他是不是寫第二大題 然後第一小題幾條 第二小題幾條 第三小題幾條 對不對 還有呢 幾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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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第四大題 是寫一二三四 然後框框 那我等一下會告訴你們那個框框要寫什麼 還有第五大題 你們先寫第二大題 好 開始寫 老師你說的那個第二大題是蔥油餅那個嗎 呃 紙條跟蔥油餅 這兩個 這兩個都是第二大題的題目喔 這兩個 好 這是第二大題的第一小題的第一題 這個是第二大題的第二小題的第一題 有聽懂嗎 好 如果你還是不確定怎麼抄沒有關係 但是我等一下對答案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的答案寫在哪裡 你自己改的時候要知道怎麼改 可以嗎 那你不會的題目一樣先做一個記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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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 趕快寫自己寫自己的 那我看那種意思是大答案寫圈 對的要打勾 好 對的要打勾 好 對的要打勾 好 如果你寫好了你就幫我按舉手 然後我就會跳到第四大題 我就會跳到第四大題 好 薰姐很棒 薰姐今天很棒 好還有祥宇 祥宇跟薰姐一樣 並列第一 好 秉承也寫完了很棒 好 等一下你們 我們一起來對答案之後呢 我會請你們把你們的白紙給我看 我要看看你們有沒有寫得很漂亮 好 浩宇也好了很棒 好囉 那我們 我們 可以進行下一張了嗎小朋友們 小朋友們 好 可以 好 老師 你說 等一下你要跳回來嗎 還是要 還是 還是 還是要那個 要全部寫完才算好了 呃 等一下我會跳回來 等一下我跳回來就直接做答案了 好 我看到 卓士也覺得很棒 好很棒 我看到了 好你放下來了 好 浩宇你這一面都寫完了吧 對 這一面你都寫完了對吧 好 老師請問那個佑敏有在這樣子嗎 佑敏有 佑敏有 他在你後面 謝謝你 佑敏你又把我的紙失破了 你等一下重寫一張 你等一下重寫一張 好囉 大家都好了 我就要往下一張囉 開始 好 下一張 這是第四大題跟第五大題 好 開始寫第四大題跟第五大題 好 第四大題請你對的在框框裡面打勾 如果如果不對的請你就空著不用寫 就空著不用寫 好 第五大題 你說浩宇 所以你那個第四大題只需要畫四個框框嗎 對沒有錯 你說對了很棒 不用抄題目喔 因為抄題目會太久 好 再來第五大題你只需要在框框裡面寫上順序一二三 看看誰的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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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寫上一二三 好 手都先收掉 手都先收掉 好 等一下你四五大題都寫好了 再按舉手 謝忻如果你不會你等一下要再看我的螢幕 我上課的時候你就行 OK喔 那你們就看白板啊 白板有超啊 如果你們覺得那個字很小 你們把它放大 你們把它放大 你們的那個 定選啊 然後可以把螢幕放大 老師你直接按那個全螢幕就好了 老師我已經選 我已經按全螢幕了 因為如果我想要放大 我可以放大給你們看 可是你們就沒有辦法看到第五大題了 如果你的第一次大題寫完 那我 我就沒有辦法給你看到第五大題 所以我就直接 最大我就放這樣 全部大家都看得到 好不好 我現在已經用全螢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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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浩宇很棒耶 浩宇已經寫完了 好浩宇好快 太棒了 那我你們邊寫我邊說 等一下四點半 浩宇還有勳傑 燕智 跟 那個 柏晨 你們要上英文課對不對 老師 所以我們 可以你說 就是因為我姊姊今天去上課 然後 他四點 要接 然後馬上就叫我一起去接 所以那個英文課可以幫我 跟那個阿波老師講一下我不會上嗎 你今天不會上課是不是 還是會晚一點 是會晚一點還是不會上 晚一點 會晚一點再上課是不是 浩宇今天會比較晚 上英文課 對對對 他說他會晚一點 他要跟媽媽去接姐姐 好謝謝 OK OK 好 浩宇那你 那你等一下 要去接姐姐的時候 你再提醒我 你要下線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那那個等一下四點半 要上英文課的同學 我會 早一點點 早一點點下課 好不好 大概提早個10或15分鐘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國語考完 跟數學練習完 就下課 可以嗎 好 那請問第四大題跟第五大題 你們寫完了嗎 寫完之後我要開始來講解囉 好 OK我看到 卓字已經寫完了 好 傑恩你寫完了嗎 欸 你們可以幫我看一下 博程正不在嗎 博程正不在 不在 博程正不在 好 他今天又遲到了 我們 等一下叫他多寫一題 好不好 先講吧 可以幫他寫我寫超快的 你又要幫他寫了 你真的是很好笑 卓智啊 你是在當什麼 小飛俠嗎 老師你可以順便把李姊恩跟姊俠女的送過來 送 你如果把他們兩個送給你 還是把他們兩個的考卷送給你 考卷 考卷 考卷是不是 評寫你寫完了嗎 還沒 還沒你寫到哪一題了 第五大題 啊第五大題 好快寫完了 崇安 崇安你寫完了沒 是我跟你評寫一樣 你也在寫第五大題了 好那就是大家快寫完了 卓智啊你把那個毯子拿掉 等一下你就睡著了怎麼辦 好 我們要準備囉 好 老師等下他就跑 等下他就關鏡頭跑去拍得起 我以為你要說他等下就去當超人 拯救世界 會不會 好啦我們來看第二大題了 第二大題了 好手都先收掉 手都先收掉 來 好 準備對答案喔 好你們紅筆拿出來 紅筆拿出來 紅筆拿出來 好我們來看 這裡 的紙袋 這裡的紙袋 請問這三條紙袋有沒有一樣長 有沒有一樣長 有 有 那他們不同的地方是不同在什麼地方呢 他的線 他的線 分很長一個很短 他分幾份的數量不一樣 好 請問我 分成幾份的數量要住在一樓還是二樓 二樓 這裡是一樓這裡是二樓 欸 我一條分成幾份 好我們來看第一題 這一條分成了幾份 四 好四份 那這個四要住在一樓還是二樓 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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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 到底二樓還一樓 一樓 一樓 對好 所以分成了四份 這一條紙袋分成了四份 它有圖顏色的這裡 這裡 所以我要寫四分之幾 一 四分之一 好 那我再考你們一個問題喔 我今天用螢光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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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 兩塊 三塊 請問我螢光筆 突起來的是要怎麼寫呢 四分之三 三 幾分之幾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我螢光筆塗起來的是不是一樣 是這一條分成四等份的紙袋 對不對 好 我用另外那個顏色 這個顏色太涼 一樣分成四等份的紙袋 那我用螢光筆塗了幾 幾小塊 三 三 所以 我用螢光筆塗的是四分之三 對不對 好 那這裡沒有考你這麼難 這裡只有考你圖一塊 所以這個我們就寫四分之一條 對嗎 可是要重按亂分享畫面 對 重按你你怎麼按到了 所以我的畫面不見了對不對 所以我的畫面不見了都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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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怪怪的怎麼變成尿船 我用你按 好 那你們現在有看到我的畫面了嗎 有嗎 沒有只有看到很多我們 嘿嘿 因為我剛剛還沒點回來啊 看到我了嗎 好 OK 看到了 請問你們第一題有沒有寫對 有 寫對 有 我看到有兩位在現場的同學啊 他們在施紙 我請他們站著上課 站起來站起來 兩個都站 你先施著你現在又施 好 好 你們啊 在鏡頭裡面啊 都很乖 我都有看到 所以 所以呢 我們可以繼續上課 你們不用罰站 你們可以坐著上課 那繼續認真上課可以嗎 好 他們等一下如果有認真上課 我就再請他們坐下來 好 第二題 好 第二題我想問秉承 秉承 第二題這個紙帶啊 被分成了幾段 十 十段 好 所以他的十要住在一樓還是二樓呢 一樓 一樓很好 現場有好多同學回答我二樓 好 好 那請問有圖顏色的是 其中的一等分對不對 好 所以是寫成十分之一 好 所以這是幾條 好 十分之一條 好 傑恩 很棒 傑恩你的第三題 請問你的第三題的紙帶 被分成了幾份 五份 五份 所以這個五要住在 五要住在 一樓 一樓很好 好 那有圖顏色的是幾等份 一等份 我看到薰姐一直比一 是不是一等份 是嗎 傑恩 對 好 所以有圖顏色的是一等份 所以呢 這一個紙帶是五分之一條 好 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意思是說 這一條紙帶被分成了五等份 其中的一等份就是五分之一 好 那如果兩等份就是五分之二嘛 對不對 好 接下來第二題 圓形呢 圓形呢 我說了 我切一刀會分成幾份 切一刀會分成幾份 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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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餅被切了幾刀 一刀 一刀嗎 六刀嗎 六刀嗎 嘿 你後面兩個 站好 哦 來 我後面兩個同學 沒站好 那個 那個線上同學 抓到了 好 誰 誰說三 我 有 好 左字說三哈 因為我們切蛋糕 我們就像這個 我說這個切一刀嘛 對不對 所以一刀可以分一半 好 所以這裡切了一二三三刀 可是剛剛有同學跟我說六刀 六刀也可以啊 因為我如果一刀只有切到中間 我是不是就切了六刀 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對對對 一個一個 好 所以剛剛呢 同學說這個分成了幾整份 這個蔥油餅分成了幾整份 三整份 三整份 這一個蔥油餅可以給幾個人吃 兩個 蛤 這一題勒 我在講第二題勒 六個人 對啊 這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四分成了六塊 我是不是可以分給六個同學 那 你們 我分給六個同學 每一個同學會拿到幾分之幾 一分 六分之一 很好啊 好 那個消掛零坐下來 我有聽到你很認真的在回答 好 不客氣 好 再來第三題 好 翔羽我聽到 你要繼續保持 又學你要認真喔 所以你們答案也要對喔 好再來第三題 第三題我去跟老闆買一個蔥油餅 老闆幫我切成了三整份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分給幾個同學 三個 三個 三個同學很好 對 那每一個人可以拿到其中的多少 三分之一 一份 好 其中的一份 所以其中的一份我們稱為三分之一 一 一 將 好 剛剛 剛剛薰傑說一份 一份的單位是 份對不對 拿到其中一塊是一份嘛 那 可是這裡的單位是張啊 所以它是一張蔥油餅的三分之一張 有聽懂嗎 有 有聽懂嗎 有 好 這裡 都改好了嗎 有沒有改 你們有沒有用紅筆 或者是用藍筆 老師都全對 好棒 老師我想等三題都看完再一起 我要打一個大勾嗎 好 你們不要寫得太醜 你們不要寫得太醜 你就一題一題慢慢勾 你 翔羽你用完接優璇 好啦我們接下來看 不要啦你等一下翔羽用完換接你 好再來我們看第四大題 這一次大題呢 我要再寫像昨天的陳法公式囉 好我們來看第一題 它說將十個蒼圓評分給兩個人 好 所以我每一個人拿到幾顆我不知道 對不對 好 那我今天給幾個人 電唱同學 電唱同學你們怎麼沒有回答我 電唱同學你們怎麼沒有回答我 十顆對啊 十顆對啊 好 所以我每一個人應該會有幾顆呢 多少乘2等於10 對了很棒 所以我這裡是不是寫五 能 好 等一下喔我的那個點點跑去哪裡了 好好好這裡是五顆 好 所以它說十個湯圓分給兩個人 能不能分完 能不能 不能 能 能 所以打勾是可以的 意思就是說啊你的框框裡面如果有數字填進去 這個算是會是完整的 是對的 就代表它是可以分完的 這樣有聽懂嗎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題 它改成了 它改成了一樣它是幾顆嘛 那它分給幾個人 第二題它分給幾個人 四個 四個人 好 它總共有幾顆 九顆 九顆 好 我每一個人拿到一顆的話 一 四 得 四 四 我每個人拿到兩顆的話 二 四 得 八 好 好 我每個人拿到三顆的時候 我二 三 四 十六 三四多少 十六 十六 十六嗎 三四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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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請問 有九嗎 沒有 只有八 好 所以呢我是不是可以每個人得到兩顆 但我最後還會剩下一顆對不對 我剩一顆我夠分嗎 不夠分 所以是不能平分的 所以第二個不能打勾 不能打勾 不能打勾 聽懂嗎 有聽懂嗎 有聽懂嗎 好 用你坐下來認真聽 好 第三題 第三題 我每一個人分到每一個盤子有幾隻蝦我不知道 我分成了三盤對不對 對 對 我三盤可以總共有幾隻蝦 十二隻蝦對不對 一盤裡面有四隻蝦 總共分出去十二隻 有沒有分完 有沒有分完 有 有 有 所以要不要打勾 要 要 好 再來第四題 第四題 我每一數不知道有幾個氣球 我要分成五數 好 我只知道我所有氣球有十一個 請問這裡可以放數字讓它相等嗎 我們來看看喔 不行 如果我每一數 好我們來看 如果我每一數只有一顆 我是不是就需要五顆氣球 對不對 對 我每一數有兩顆 十 我需要幾顆氣球 十 十顆 很好 我每一數有三顆 我需要幾顆氣球 十 請問有十一這一個數字嗎 沒有 只有十 對 所以這裡是不能放 所以第四個能勾嗎 不能勾 不能勾 好 所以第四大題可以勾的只有一三 只有一三 OK嗎 如果有寫成法 如果是錯的 如果有打差 很棒 好 可是題目啊 如果你在寫考卷的時候 好 OK 我看到左字寫得很漂亮 好 如果題目啊 你在寫的時候 他這個題目他說 在框框裡打勾 他沒有說錯的打差 你不能打差 會被扣分喔 聽懂了嗎 好 接下來看到第五大題 第五大題 他說下面是小心一家人的生日 今天是三月八日 接下來 誰的生日會先到 好請問 媽媽 三月 三月再來是幾月 四月 四月 好下面有沒有四月 有 有 媽媽剛好四月 所以媽媽是不是先到 對 四月再來幾月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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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再來 六月 六月再來 七月 哇 可是有兩個七月 所以我們要看後面的幾日 對不對 對 所以請問是七月九日先 還是七月二十日先 七月九日 好 所以小心是排二 爸爸是排三 你對了嗎 對 全部都可以打一個大勾勾 好很棒 等一下我們還有兩題喔 好 這裡 第七大題有兩題 現在開始寫 老師要寫成法嗎 第七大題 要寫成法嗎 要寫成法嗎 要 要成法 你跟佑璇一樣怎麼看 第七大題兩題 我們要抽一下 不用查 直接寫 直接寫答案 寫七 對 寫七大題的第一小時 有一二小時 我們會不會一起看 我希望你們可以寫一個東西 你可能寫一個字 你自己要把東西填進去喔 我這裡只能先寫 你這裡的單位要寫 圈圈圈這個單位 或者是你有另外一個 他可能是問你被陳述 被陳述的答案是多少 所以你的括號要寫在被陳述 一样要把单位写下来 老师所以是减法跟惩罚吗 都用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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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那是哪里 什么哪个是哪里 第七大题的一二两题 我只是在提醒你们说 这两题用惩罚写 那你惩罚数字填上去之后 你这里单位要记得填 如果你现在听不懂的 没关系 等一下我会讲解 我直接讲答案的时候 你再听一下老师到底在说什么 用惟你有没有在写 你到底都在做什么 看不到来坐前面 带着笔跟看布 你以后上课都坐这里 过来坐这里 这里有第七大题一二两题 赶快写 写好的压安举手哦同学 哦怎么那么快 有这么多人已经写好了 好坐下来 坐下来 不用站起来 老师写完了 好很棒 好 我们等一下其他同学 好 左字你都写得很清楚 很棒 老师写完了 好 那你要不要发在萤幕前面老师看一下 老师我写完了 好 验制你发在萤幕前面老师看 那我昨次写得很完整 哦验制也操得很漂亮 OK OK 好 秉承的 好 OK 好 群结你也写完了都不对 老师看你 好 莫你有画分隔线 很棒 那我们开始来对答案 对了老师那个是原本就有的 哦原本就有的啊 好我们来看第四题 不是不是第四题啊 是第七大题的第一题 第七大题的第一题它说 有四十个人的聚餐 每张餐桌可以坐十个人 所以十的下面单位要放 个对吗 对 对 好 那它说 现在我不知道要几张 但是我准备的桌子 一定要让所有人都坐到嘛 对不对 对 对 好 我全部的人都要坐 就要有四十个人嘛 四十个座位嘛 对不对 所以我需要准备几张 四张 四张 几张很棒 四张 好 那你看哦我这里 三位如果都写 我这里写四 好 所以你看这里的答 它后面是不是也是张 对 所以这里要写四十还是四张 还是四张 四张 四张 对了 对了很好哦 对了 坐好 再来第二题 第二题 第二题它现在师傅接了二十四个肩脚 请问这个二十四要放在哪里 最后答案 最后答案 好 所以二十四个 好 我二十四个放在后面 这是我全部总 哦对是颗 全部总共二十四颗 对不对 对 我每盘有八颗 不是要放在背乘数 对颗 好 那我呢 它跟你说 我每一盒装八颗 我不知道我今天可以装几盒 所以我的盒 三盒是放在中间 对 放在传数 好 所以我 可以装几盒 四 三盒 好 八三二十四可以装三盒 所以这里的答的单位是不是盒 好 所以盒的上面数字是 三 所以就是三盒 你们都写对了吗 对 有写对吗 浩宇有没有写对 有 有好 很棒 好 谁记得我们今天听写要考哪两课 十二十三 好 十二十三 好 等一下浩宇的国语先上 所以浩宇你国评先翻开来 那同学 其他同学 你们可以先用拿国语课本来看你们的十二十三 十二十三 好 等一下呢 换你们来看国评 换你们看国评 你们先去 你们先去看国语课本的十二十三 可以吗 如果你很想喝水 很想起来走一走 你可以先喝水 走一走上厕所 再回来看书 好吗 好 只留着等一下要考听写 那现在我会帮浩宇上他的国语课 如果你们想要听的话可以留下来一起听 如果你要看书你可以去看书 有听懂吗 浩宇你的国语评翻到九十五页好不好 轻姐你没有要看对不对 那你来帮浩宇念他的文章好不好 可以吗 那卓智呢卓智你也没有要看哦 对 你都已经看好了 你等一下听写都可以考一百了 这么厉害吗 好 老师看书是我的地狱 怎么会呢 好 你们全部的人都坐在自己座位上 然后开始看 开始看 没事 可以跟他一起看书 因为他没过来 好可以 好 那浩宇你先念妈妈 浩宇你的评论准备好了吗 好 翻到九十五页 你看你的评论准备就好了 妈妈有一枚开始 妈妈有一枚撞件 那是他最珍贵的物品 因为是爸爸 爸妈 爸妈真爱的见证 第二段开始 别问那篇 不要看戒指的时候 爸爸为了妈妈套上戒指 同时也套住了妈妈的心 妈妈是几个气 从此这枚戒指 成为妈妈最珍贵的宝贝 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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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时带着 手上舍不得脱下 请 勋姐来换你 有一次我们全家去游泳 妈妈竟然把戒指弄丢了 这可把他吓坏了 他急着像热波上的蚂蚁 大家马上下水收拾 最后爸妈费了一番功夫 终于帮妈妈把戒指找了回来 最后你帮她念完 妈妈非常珍爱这枚戒指 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命 我知道她是爸爸爱的化身 她第一题问你说最后的文章 这一个她 这一个她 她说我知道她是爸爸爱的化身 这个她是指什么 是指爸爸吗 错 还是指蚂蚁 还是指爸爸的爱 还是是戒指 戒指 对了 因为这篇文章是不是在讲妈妈的宝贝 是爸爸结婚时帮妈妈套上的那一枚戒指 对吧 好 所以话说读一读 有这个预设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她是那个没有生命的 没有生命的 所以不可能是蚂蚁 也不可能是爸爸 对不对 有可能的是爸爸的爱跟戒指 要选一个 对吗 那可是这里没有讲到爸爸的爱 对不对 好 那第二题 她说读一读 框框中记号的段落 好 框框中 好是不是这里 第二段对不对 第二段是不是妈妈结婚那天的情形 好 所以妈妈结婚的时候 她的心情应该是怎么样 她有可能是后悔还是着急高兴悲伤 高兴 觉得结婚 当然啊 结婚是不是就很高兴 所以选二 浩宇你 不是选三啊 浩宇有没有写对 有 好 再来 她说关于这篇文章下面哪个叙述 不正确 好 戒指里有爸爸的爱 对吗 她说象征了爸爸的爱 对不对 第二 妈妈在什么时候把戒指弄丢了 游泳的时候 游泳的时候 对游泳的时候 很好 那戒指是妈妈送给爸爸的礼物吗 是爸爸送给妈妈 对是爸爸送给妈妈 所以爸爸跟妈妈是不是写犯了 好 所以呢 她说不正确就选三 OK吗 好 浩宇来后面96页你写了没 写了 写了 写了好 写了一起来对哦 母鸡安静的敷蛋 好 母鸡就是那个鸡肉的鸡 对不对 安静 一个清 再一个针 好 这个有一个软 再一个敷 念敷 敷蛋 这个蛋是蛋糕的蛋 来 轩姐还记得蛋是什么布手吗 是那个毁布 毁布 有 刚刚秉承也有回答 好 所以这个蛋是毁布 浩宇你要顺便记哦 那那个鸡呢 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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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是什么布手 追步吗 追步没有错很棒 好 再来我们来看 第二题 他说这个实验 实验 好 是最终 这个终是终于的终嘛 最终 最后 终就等于后 好 最后结果 给他 强烈 的震撼 好 浩宇你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鸡 鸡狗的鸡 全部 这一个字是不是也念练 对 好 你要记得哦 不要把这两个字搞混了 好 那再来第三题 第三题 他说 无论是否成功 或是 什么 碰 碰到 来浩宇你换你念 麻 麻什么 麻 烦 好 就放弃结果必定失败 失败 失败 OK 好 再来 浩宇你这个念什么 谈什么 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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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谈 谈土 谈土 三声哦 好 那这个字就是多音字嘛 我们还念哦 什么 土 哦 土 很好 很好 再来第二题也是多音字 来我们念什么 传记 传记 名人传记 这个病毒会怎么样 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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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第三 我们如果没睡好 落枕 我们如果没睡好 我们念落枕 你这个人怎么都是丢三 辣四 辣四 你这个人为什么丢三辣四 来请问丢三辣四 是形容这个人 他很仔细还是 还是 还是 出之大意 很出心 出心大意 很出心大意 对不对 他东西都乱丢 没有收好 对不对 所以丢三辣四 所以这个人的东西会很常不见 还是会保护得很好 很常不见 很常不见 浩宇你跑去哪里了 去旁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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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这里 你第三大题 是圈 一、三、五、四吗 对 好 那所以你这一页都OK了 对不对 对 好 那浩宇你今天一样要考 最后两课 十一、十二课 有的听写 所以你可以先拿课本来看 先拿课本出来看 好 接下来换新谱的 新谱的 来 评量翻开来 评量翻到108页 108页 来 现场同学翻到108页了 我说 我说 国语平良 好 好 我们先让现场同学念 然后线上同学你们把镜头打开来 等一下换给你们哦 等一下一样他们念到哪里 你们要接着往后 好 好 所以要注意听哦 好不好 好 现场同学来每年开始 是 你 你主持 路远 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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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马路 八分 那其 车 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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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影有超过30种的路线生活中恒春的香蕉丸 要怎么帮助路线安全的坐马路呢 每到夕家丁卓家公园会把路线可能经过马路封起来 也会请自封路的原因 好 停 秉承好了 秉承好了 秉承好 秉承也会开始 也会请自封多名封路的原因 但是有时候封路也会造成居民的麻烦 引起大家的抱怨 好 停 再来换重安 饭店的新店 马路的铺设 还有人类的捕捉 都是路线的生活 充满危险到底 好 还有谁还没念啊 俊杰哦 俊杰你要念吗 因为你刚才有帮浩宇念 那个没有念的你按举手 姐 而你刚才明明就念了 好 那俊杰的话你把它念完吧 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人类和路线 好 好 好 俊杰等一下 等一下 俊杰等一下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压轴 验制 压轴 才能开始 才能开始 才能让人类和路线 附线 这是螃蟹的蟹 附线 和平相处的 我们一起来相见吧 看吧 嘿 怎么了 要博成在你那里哦 要博成没有啊 你看到谁像博成 我刚刚不是听到他的声音吗 你刚刚有听到他的声音 你应该是太想他了 他 他有没有上线啊 我跳回去看一下哦 来 他今天不见了呢 好 好 我们来看第一题 他说下面哪个选项不正确 不正确 路纱是指野生动物在马路上被车撞到 对不对 就是在路上不小心把他撞到了 所以很像就是被杀了 对不对 就失去了他的生命嘛 所以叫路纱 在马路上被撞到 所以一是对的哦 二 他说横春半岛位在屏东县 对哦 那你们还记得是什么什么弯吗 香蕉弯对不对 香蕉弯 对 香蕉弯生活了三十只路线 是吗 是三十只还是三十种 三十种 三十种 好 所以他说不正确 所以当然是这里三十只是错的 是三十种 好 第四题 他说不只有路线会遇到路纱 对不对 像是蝸牛 蝸牛如果在下雨的时候 它们是不是就会从草丛啊 或者是从 它们原本比较隐秘的地方 可能跑到了路上 对不对 对 车边乱跑 对 那车子开得很快 然后呢 你们看哦 那个螃蟹的颜色跟我们的柏油路 有没有颜色很像 这样根本没看到 如果你开车的话 你从车上 你会很容易的观察到 小小的小动物 长的颜色一样 跟地上道路灰灰的 一样的颜色 你会很容易看到吗 不会嘛 所以你是不是就会 不小心开车过去 就把它碾过去 它就被碾住了 对 我不是用车子碾的 我是踩死过一只 蝸牛 一只什么 蝸牛 是那个很大的那种 还是小小的 很小 哦很小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下雨天 下雨天的那个 我的阿嬷加油 下雨天的那个河滨公园 它的那个 蝸牛都这么大 都这么大 它就是不小心被踩到 或者是被那个 脚踏车碾 怎么了 第二次被那个 脚踏车碾 老师我有看过有一个人 用脚踏车碾过五只 蝸牛 因为他就是没有看到 他就是骑很快 后来就过去就来不及了 因为那个 蛤 他就是有一条线 然后直接冲下去就好啊 一条线就冲下去爆掉了 呃 好可怕哦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它说 下列 下面哪个没有对路线造成影响 好 铺路铺路 铺路你有没有就是不小心 把它的生活地 生活的空间破坏了 有没有 有 有对不对 所以铺路会对它造成影响 那盖饭店呢 盖饭店是不是需要挖路 是不是需要挖地基 需要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会 好 那再来路纱 路纱是不是就是开车 如果那一条路可以有让汽车通过的话 是不是就会有人开车过去 就会不小心碾壁 妈撒了 好所以我们说没有 没有的意思是说会保护到路线 对会保护到路线的方法就是把路封起来 就那一条路不能让车子通过 也不能让人家去那里铺路啊 或盖房盖饭店盖房子的话 那路线是就不会被 它的生活环境是就不会被造成影响 对不对 所以不会的是风路哦 老师 你说 如果你不小心碾碎了一只风 那个路线你还可以把它带回家 洗一洗就可以吃了 可是它已经 最后的生命 最后的生命 不行 它已经扁掉了 那它的最后生命还可以哦 扁掉还可以吃啊 不行 好啦好 那个路线很体积很强 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三题 为什么 什么是路线 路线 好我们等一下来查查看好不好 为什么有些居民会抱怨封路呢 因为路封起来他们就怎样 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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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是交通不方便啊 所以就选四 选四 好 那我们来看路线长什么样子好了 好 小小 你看就是小小的螃蟹吧 我觉得 我 我阿姨有抓过 你阿姨有抓过 哦你看 对 像这样 这个就是路线 会小吗 老师我上去有抓钓过啊 就是长这样吧 小小的 老师好像寄居蟹 老师没有到多小 老师没有很小啊 可是你看 你看它在那个路上 你看它在路上就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汽车当然比它大很多啊 这一张团是怎么回事 在海上那一个 这个 在海上 然后就把它丢起来 这一个这一个 在沙滩的下面 然后这我看到了 它偷偷拿着粘 不是啦 它是 它不是在那里 它是因为人家在那个沙滩乱丢垃圾 所以那个螃蟹它又不懂 它就会把它剪去 可能会不小心吃到啊 这样它的生命也会造成危险 所以我们 它好像蜘蛛哦 好像蜘蛛 好了 那我们就看完咯 我们等一下准备考听写咯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考听写咯 好 你们还需要 你们还需要休息吗 不用 不用 老师你知道其实 蝸牛的那个蝸牛 可是它的那个脑袋的 是因为它的脑袋 对啊 里面装着脑袋 跟它的肉 对啊 因为它就缩 缩进去了 好 好 准备好了就开始考咯 白纸拿出来 开始考试 金瓶珠宝 教育你的是下半步哦 新浦的是上半步 所以新浦我们明天会考十四课 明天会考十四课 金瓶珠宝 好 新浦你们做好 我念给你们听来 老师 怎么了 那考完十四课就没了吗 对考完十四课 我们下礼拜如果回来 上十几课我们再继续复习 我们再继续复习 好 浩宇你的第一题是拜托 等一下哦 浩宇的第二题是一件宝物 一件宝宇的第三题是裂痕 第四题是玉兔导药 玉兔导药 第五题是砍柜树 砍柜树 好 清浦的我再念一次 清浦第一题是金瓶珠宝 第二题是桌椅 桌椅 老师讨论的桃没教过 好 讨论的桃没教过 你们写注音 好 第三题是超场 超场 第四题是眯眼讨论 好 第五题是刮风 第二题是桌椅 第二题是桌椅 老师我想一下那个超场的超 好 可是国字就应该学 对 如果像刚刚圣姐找到了 有国字还没教过 那你就直接写注音 你就直接写注音 然后再来呢 六到十题你们自己用看的 你们自己用看的 第二题是桌椅 桌椅 桌椅 好 我把它放大 不会写的要控着 要控着 等一下改的时候才会改 有可能啊 第三题是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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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草莓教过 草莓教过写注音 我看到大家都很认真在写 也很棒 好 左字啊你写完了 还没 好 你们要记得哦 六到十题要写 布首跟一个语词哦 布首跟一个语词哦 要记得写语词哦 要 布首跟一个语词哦 要 那 他还要写那个 不要 真的 不珍惜 我在咖出直瓜聲音 妳是夾織機嗎 我還在想這個 瓜風 瓜風不是瓜風 剛剛有一個同學說瓜風 不是瓜風 不是瓜風 老阿嬤都會這樣 是風 不是風 第四題是一言討論 剛剛祥宇說因為她昨天啊掉了一顆牙 所以她的牙齒落轟 所以才會念瓜轟 好 好啦 認真寫啦 不用 你們不守語詞的語詞不用寫注音 瞇眼討論 討還沒教過 寫注音就好了 你寫討 特奧討就好 老師我只要寫步手跟 跟什麼 就好 字也要寫啊 你字沒寫 你怎麼知道要寫什麼字的步手 我現在控制有點控制 可以啦 旁邊還可以寫 我來看誰接第一名寫完 第一名寫完的按舉手 瓜風不是掛風 瓜風 老師那也沒 那也沒那麼快的吧 沒這麼快啊 對啊 沒這麼快 所以我還在等你們 如果今天媽媽會給我獎勵 我要打分 什麼獎勵 喔 呵呵 你們剛才什麼都沒看到對吧 喔 老師給我們獎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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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不小心動到滑鼠了 所以他就跳到下一張 你們剛才什麼都沒看到對不對 應該沒有 沒看到喔 呵呵 我看到 好嗎 好 沒關係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剛才沒看到好不好 呵呵 什麼東西也沒有 就是解答 呵呵 什麼都沒看到 好啦 趕快認真姐 嘿 我跟你說 這是我步手的步 我知道它是什麼步手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步手怎麼寫 左腹右翼 對啊 我不知道它的步怎麼寫 啊我今天找的國字 你步手都會寫嗎 嗯 怎麼寫 嗯 還是我今天又很厲害的 找到你不位的 很多不位的步手 兩個 沒有啦 步手是怎麼 步手是怎麼 步手啊你寫 步手寫後面啊 寫國字步手啊 寫國字步手啊 寫你步手啊 好了不要再講話了 趕快寫 寫完 寫完 哇 主字你寫完啦 好 好 好 主字你先把它放下來 好 好 薰姐你也寫完囉 好 你們等等吉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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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下三點吧 嗯 好 你的寫到哪一題 可以 你把你連寫完 等一下我把你連寫完 等一下我把你連寫完 喔 吳宇棠的啊 吳宇棠的啊 他在大教室嗎 你就看好了 所以他要去樓下等嗎 他又去樓下等了 那你說一說去樓下等 那你評量給我 然後你明天來再訂正早上的考卷 椅子靠上 椅子靠上 浩宇 你寫要第幾題了 抓了 浩宇你寫完啦 嗯 好 那我先讓浩宇對答案 欸不對 那我先讓浩宇對答案的話 其他同學就沒有題目了 好 薰姐你小弟幾題啦 回家要多喝水 回家要多喝水 我生造詞的 好 生造詞好 很棒 好 那你們先把字都抄下來 剩下的自己寫完 我要先讓浩宇對答案 因為浩宇等一下要先去接姐姐 他會比較糟 好 浩宇來 紅筆拿出來 好 那個星譜的你們寫完了 可以跟著浩宇一起看他的國字 好不好 我們多認識一些國字 所以你們不要在旁邊發呆喔 在玩啊 可以一起來看好 浩宇來 我們看到這裡 浩宇來第一個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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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嗎 誰知道拜託的拜是什麼部首 拜部 我不對 手部 手部 對了 拜託的拜是手部喔 拜託 因為拜託要用手 哪裡有手啊 這邊 旁邊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手部 再來 浩宇第二個 一件寶物 一件寶物 再來裂痕 裂痕 好 所以浩宇你學了三個裂囉 你有記得嗎 有 我打給你看 好 一個是 裂 裂狗的裂對不對 對 好 裂狗的裂 然後裂痕的裂是上面的裂 還有一個 強裂的裂對不對 對 下面有果在燒的這個是強裂的裂 好 再來浩宇第四題 浴兔倒藥 浴兔倒藥 第五個 砍櫃樹 砍櫃樹 好 你這五題有沒有錯 沒有 好 那這樣我們來看喔 吳 吳 吳是口不 欸 那誰是吳先生啊 就是造詞造詞啊 浩宇你造詞造什麼 吳要再折了 吳剛 吳剛 喔 吳剛法貴吳剛 那吳剛是不是就姓吳 所以吳剛是吳先生 對不對 好 那養呢 養是食部 養生養育 好 炎是葉部 炎面 顏色 將是寸部 將來將近 瘦是右部 接受忍受 來浩宇你這五題 護手有沒有寫錯 沒有 這麼厲害 那你有沒有寫跟我不一樣的語詞 跟我分享一下 那你有沒有寫跟我不一樣的語詞 你養造什麼 你要開聲音喔 你養寫什麼 你的紙上面寫什麼 你的紙上面寫什麼 你寫一樣 你紙拿起來我看看 等一下我走一下 等一下我走一下 欸 你剛剛不是才寫完嗎 你是不是還沒寫 你是不是沒有寫語詞 對呀 對我發現 你趕快給我 咪吼 偷懶 我要跟媽媽講 所以你這五個都還沒有造詞嗎 好 好 你現在先照喔 我等一下要檢查喔 好 新普的來對答案 新普的來對答案 新普鏡頭打開來 好 開始對答案 第一題 金銀珠寶 金銀珠寶 第二 桌椅 第三 操場 操場 第四 咪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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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 瓜風 瓜風 第六 別 告別的別是招步 告別別人 別人 別離 你說是別步 喔 你看我又抓到你不會的了 好 老師我全寫對 很很棒 七是鋼琴的琴 是玉步 琴 琴聲 鋼琴 拜 是失敗的拜 好 它是坡步 好 浩宇我等一下檢查你的齁 拜是坡步 失敗打敗 年是干步 年紀 年輕 步 步 步手的步 是義步 步手 步位 好 你們趕快改喔 老師 今天老師才叫我寫討論的討 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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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承來 開鏡頭 開聲音 博承你在哪裡 他被我嚇到不敢開鏡頭了嗎 秉承你一直在笑 秉承你待完了沒有 我是要開鏡頭 沒開聲音 好 對好 博承你開聲音 博承你剛才去哪裡了 你剛才去哪裡了 你剛才怎麼 你怎麼現在才來 你睡著了 你要開聲音啊 叫翔宇 翔宇回家 博承你 博承 博承 我叫翔宇要回家 謝謝 好 謝謝 博承你指拿出來 你等一下要跟我們一起考數學喔 好 你們都改完了嗎 改完來 放鏡頭前面老師檢查 浩宇你要放喔 來 放鏡頭前面老師檢查 我點到你 跟你說你好了 你才能放下來喔 好 博承你寫得很棒 而且很清楚 好 博承OK 好 博承你可以準備我們等一下考數學 好 再來咧 浩宇的 浩宇啊 你怎麼又寫著亂七八糟的呢 好 我看你的那個步手跟雨池的地方 那個博承 你現在 你現在先把我上面螢幕上的抄一次 抄一次 好 等一下我要檢查你的齁 好 博承 我看你的 好 秉承你下次考聽寫國字註音都要寫喔 一到五題的國字註音都要寫 然後只有步手筆畫 呃 步手的那個不用全寫 不用寫註音 好 彥智來老師看你的 好 欸 那個是誰啊 等一下 我縮小一點齁 我現在看不到 好 喔 傑恩 好 傑恩 傑恩 OK 傑恩我看到你的了 好 你們等一下準備考數學 好 薰傑的也OK 燕智的也很棒 好 燕智的也很棒 好 我看到了 好 浩宇的 浩宇的 浩宇啊 你明天要再寫整齊一點可以嗎 好 重安的OK 好 你們去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 我們等博傳寫完之後 我們等一下要考數學 你們可以休息一下下 等博傳寫完我們等一下考數學 你們可以休息一下下 等博傳寫完我們等一下考數學 我成 你是記錯上課時間了 你以為是三點半嗎 是兩點半喔 明天也是兩點半喔 你不要忘記時間喔 我成員想要第幾題囉 那個你休息完回來的同學就把鏡頭打開來齁 老師看一下大家都回來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考數學囉 好 彥智在 彥智在 彥智啊 對 休息 對 休息 等一下再上網讓他們再知道了 因為 對 對 彥智啊 不是 哥哥在做什麼 我每天都要放 他在睡覺 他這幾天都過得這麼開心 是不是 好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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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喲 我國字剛剛有錯一題 錯一題 錯哪一個字 我失敗的詩 忘記怎麼寫 失敗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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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忘記拜 你怎麼會忘記拜走 而且 我題目有給你拜 你怎麼會忘記拜走 好 對我對 有沒有看到 我只有給你 我現在拜北的北 喔 拜北的北喔 好 郭城你寫到第幾題了 第五題 你寫很慢 好 你寫完第五題之後 我們就考數學了 瓜風 瓜風 你趕快寫喔 好 那個辛苦的同學來 我們來看數學囉 都回來了嗎 都回來的鏡頭打開來 都回來的鏡頭打開來 好 準備來寫數學囉 好 我們今天要 等一下再訂正 我們今天要練習的是 長度的那個單元 長度 我們認識了什麼長度啊 誰可以告訴我 M M M是什麼 公尺 巧克力 是公尺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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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分 公分 所以是 所以是CM 比較長 還是M 比較長 M M K最長 一公分等 一公尺等於幾公分 一百公分 一百公分 很好 好囉 我們來開始囉 來 自己先寫 要寫嗎 1234 要抄題 1234 要抄題 要抄題 我怎麼寫你就怎麼寫 下面的我們等一下再一起來討論 你們當然也要寫啊 1234 要抄題喔 這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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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寫什麼 寫什麼 只要寫這四題就好 1234 這四題 然後我怎麼寫你就怎麼寫 我打勾的先寫就好了喔 因為下面那幾題我們等一下一起來討論 是哪一個同學的聲音沒有關掉 喔 桌子 桌子一把聲音先關起來 因為聽到你那個寫的認真的那個筆的聲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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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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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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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好 这里的580公分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猜成500跟80看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这里的500公分是几公尺 5公尺 然后呢 后面的80公分就直接贴上去 好 那我问你们 请问如果是508公分 应该怎么写 5公尺 要写08公分还是写8公分 8公分 对好 这样有看懂吗 所以如果今天给你3公尺 又3公分 请问会等于几公分 303公分 303公分 好 好 那所以你们的公尺公分都已经可以了 之后我们来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身体的部位去量长度 对不对 长度 你们现在所有人都比出一爪给我看 镜头打开来才能比一爪哦 我一爪15公分 好那个错了 好等一下哦 我一爪不知道几公分 好你们赶快比一爪哦 我要跳回来咯 赶快比一爪 比一爪快点 比一爪 都比了吗 阿廖伯承跑去哪里了 比一爪了没 好比好咯 比好咯 看镜头比好一爪哦 好很棒 阿廖伯承怎么要跑掉 好 所以大家都会比一爪对不对 那刚刚卓智很棒 卓智又他又领先了 来卓智 卓智你的一爪是几公分 15 15好 卓智说他的一爪大约是15公分 好 所以我们来看 一爪是大约15公分 好15公分 好 那再来勒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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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握拳 把它张开来会大约还是小于100公分呢 双手握拳张开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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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大约 好 所以 所以我如果去量家里的家具 假设我量冰箱 好 冰箱的 高度 是不是会比你手张开来还要长还要高 对 所以他一定会大于100公分对吗 对 对 对啊 对啊怎么会错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电风扇的高度 好 他说是65公分还是65公尺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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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65公尺 是不是你这样张开来要几个人连在一起 65 65个人耶 那是不是太长太高了 对 对 对不对 所以要写的是公分 好 再来第二 第二题 他说衣橱的高大约是2什么 公尺 2公分 是不是只有我手比的这样 他比你的一盏还要短耶 所以你的衣橱比一盏还要短 因为你的衣服是小矮人的吗 小精灵的衣服吗 小精灵的衣服吗 不是 比小精灵还要小 对啊 是吗 刚才那个 那个什么佑敏 佑敏说是蚂蚁的衣柜 好 那再来雨伞的长呢 蚂蚁的衣柜 雨伞的长如果是90公尺 请问你撑得起来吗 撑不起啊 撑不起来 撑不起来 对很重啊 所以应该是90公分 那90公分是大于一公尺 还是小于一公尺 小于 小于 好很棒很棒 好 那接下来哦 我们前几天是不是有练习了年月日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是很基础的年月日 我们一起来看一次我们前几天复习的年月日 是不是这个很简单 对 我只想问你一年等于几个月 两年几个月 然后一星期几天 三星期几天 对不对 对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进阶题咯 好 这里有1234 我们先写前面四题就好了 好 前面四题要先写 老师要怎么写写题目吗 不用写题目 你们是只要写答案就好了 1 2 3 4 四题的答案 老师 可以怎么了 你可以转回刚刚那页吗 刚刚那页我还没写完哦 你还没写完哦 下面这个不用写啊 你下面这个也在抄哦 我也在抄下面了 哦是哦好 好那你们把它抄完吧 你们有抄的把它抄完 那再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抄 好你们很棒啊 你们有抄很棒 老师要抄 没有没有不用 可是他们有写 所以我就让他们把它写完 好我看到薰姐的了很棒 等一下下面那页不用抄哦 我只要写答案就好了哦好不好 嗯 那个题目太多了哦 好了齁 好了开始了我们看下一页 好第一题她说 第一题再过三个月就满一年 好 就出生满一年了 好 请问现在几个月 好 有点难哦 要想一下哦 不讲话 来坐下来 赶快写好 第二题 妈妈的手机珠约为二十个月 请问是几年几个月 好 姐姐的电脑保固三年 请问是几个月 好 哥哥已经工作两年三个月 请问是几个月 谢谢 我们今天把这一个写完之后 就可以下课了 好 她会写哦 老师超算式就好了 老师超算式就好了 对 你就写算式跟写答案就好了 题目不用 题目不用 有写完的同学 你就按举手 老师会看哦 今天你写完了 还没 博程 你有在写吗 博程 博程 你有没有在写 你不想试试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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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 这里啊 诶你们都没有在想 你赶快写 你今天我才教过你 黄佑敏 你有没有在看题目啊 还有试题诶 没位置找位置啊 空白处都可以啊 诶 主次 主次你写完了 还是你被题目打败了 真的 被题目打败了 解恩呢 解恩你也被题目打败了吗 还是你写完了 解恩你有写完了吗 诶 凌晨呢 凌晨你写完了没 还没 好 想要老师现在就讲解吗 还是你们想再想一下 老师那是写已经写完了 对我看到薰姐写完了 嗯 薰姐写完了 等下我们一起来对答案 哇 燕姿也写完了 好咯 那我们来开始对答案咯 好 第一题 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怎么想怎么写 好 第一题看到 他说弟弟再过三个月就出生满一年了 好 请问满一年的意思是满几个月 十二 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 好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弟弟现在几个月我不知道 他说再三个月就满一年 是不是再三个月就有十二个月了 好 所以框框的答案要填多少呢 有 有 是不是十二减三吗 十二减三也可以啊 或者是你现在用我这个方法想也可以啊 好 或者是刚刚薰姐说 所以我全部也选对 好很棒 好 如果刚刚薰姐说是不是十二减三也对啊 因为她说满一年就有十二个月 但是弟弟现在还不满 她还要再过三个月 所以三个月以前 弟弟现在是几个月呢 九个月 九个月 很好啊 所以弟弟现在多大 弟弟现在九个月大 OK吗 所以这里要写九个月 那不是也一岁都还没到满 对啊 所以她还要再过三个月才会满一年 满一岁啊 满一岁就是满一年嘛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好 再来第二题 第二题 她说妈妈的手机租约为二十个月 来 二十个月来 一年几个月 十二 十二个月 两年呢 二十四 二十四 好 请问二十个月是不是在比一年来的多 但比两年来的少 对吗 所以二十个月一定会有一个一年 那我一年要再加几个月才会有二十个月呢 八个月 八个月很棒 好 所以我的答要写八个月对吗 对 一年八个月 对哦 一年八个月 可是 好不对嘛 如果我的答写八个月那我再把题目念一遍呢 妈妈的手机租约为二十个月是八个月 所以二十个月是八个月这样对吗 你不觉得念起来很奇怪吗 是一年八个月 对 所以二十个月是一年八个月 对不对 对不对 有听懂吗 有 所以这个不是写括号里面的答案而已哦 是一年八个月哦 因为你前面的十二也是包含在二十里面的对不对 好 再来我们来看第三题 姐姐的电脑保固三年 好 一年有十二个月是我们知道的 那三年我能不能直接写成三 不行 十二乘三 不行吗 对 十二乘三哦 请问十二乘三是几个月 三十六个月 三十六个月 好 所以三年是几个月 三十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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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第三题应该对你们来讲是最简单的吧 最很简单 都很简单 都很简单 对啊 这么厉害 考不倒 考不倒 你们是不倒翁吗 对 对哦 第一题也考不倒我 真的假 有这么厉害 我是最后一题没看到 好我们来看第四题 第一题它说哥哥已经工作两年三个月 那两年我们刚刚不是知道两年是几个月 二十四 二十四个月 然后又三个月所以三个月要加还是减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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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哥哥总共已经工作了几个月了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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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这一题就写二十七个月 对 老师我是写二十二乘二等于二十四 二十四加三 等于二十四 哦对了你写的比较完整 你写的比较完整 好所以我这里也要补一个 十二乘二 因为我的二十四这样突然蹦出来 有的同学会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 所以我这里要再写一个十二乘二等于二十四 好很棒 写完了吗 写完了 写完了 我们要来看平年跟落年到底一年有几天 真的 你们有没有记得背好一年有几天啊 三百六十五 很棒 写姐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没有 一丙成答对了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没上线上课的时候 我们有在教室里面算过 好 因为我们说一月大是三十一天对不对 对 我们昨天吗还是前天 我们昨天算一年有几个大月 七个大月 七个大月 好七个大月 所以这个是 217天对不对 对 小月三十天的有几个 四五个 四五个吗 四个 对 四个对啊 因为二月没有三十天嘛 因为二八或二九 对 所以四个 所以四个是一百二十对不对 对 对吗 对 对 那平年的二月有 那平年的二月有 我们是这里的二月还没有算到 对 好所以平年的二月是不是二十八天 对 好所以加起来 我们来看这个三个的加法 我们来看这个三个的加法 七加八等于十五 所以原本 原本我的平年这里加二十八的话 论年要再多一天对不对 三六六 对 所以是三百六十六天 对 这样OK吗 OK 好 OK 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阅历 是谁谁谁谁谁谁的声音 你们有没有看到老师这边有一个阅历 有 好 这是六月份对不对 所以六月份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 六月份总共有几天 三十 好 那我考考你们哦 我今天啊 从六月一号开始运动 我运动到七月五号 请问我总共运动了几天 三十五 我要一格一格 一格一格会算吗 三十五 不用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 你们有一格一格算吗 没有 没有 好 我直接去带我从 六月有三十天 一天三十五 对 因为我六月是从六月一号开始运动嘛 所以我六月每一天都有运动啊 所以等于我六月运动了三十天 对吗 对 那我说我一路运动到了七月五号 所以我的七月总共运动了几天 三十五天 五天 所以我六月运动三十天 七月运动五天 我总共运动了 十五天 这样你有没有听懂 听懂 好 那我再考你 如果我今天六月跟七月都有运动 我运动几天 六十一天 我不用给你看日历 你就会了 好 因为我六月是小月 小月有三十天 我七月是大月有三十一天 所以我六月跟七月都有运动的话 我会运动六十一天 有听懂吗 杰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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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今年是几年 111年 111年 好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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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月一日 一月一日哦 好 我那个月不小心年纪来了 好 我猜通写 好 我今年的一月一日啊 请问呢 我说 我今年一月一日的前一天呢 去了 一百一十一天 十二月三十一 哦 好棒哦 所以我今年的 我去淡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一百一十年 十二十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一日 好 很棒 那我想问你 考完之后我们就准备下课了齁 我想问你 我今年的最后一天是 十二月三十一 十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 十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 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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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等一下薰姐、彥智、博成 你們要去上英文課喔,好不好 好,宥萱在看大家 好,薰姐OK了,薰姐你可以先去休息 我們要上英文課,掰掰 彥智也OK了,彥智掰掰 好,林辰OK了 林辰你那個紙要收好喔,掰掰 下次再見 掰掰,好,傑恩OK了 傑恩你可以先去休息了,明天見 掰掰 阿佐治你要留下來陪我聊天喔,你都不按舉手 好,佐治,佐治你怎麼把鏡頭關掉 好啦,佐治先去休息,掰掰 明天要記得準時上來喔 好,重安,重安你今天怎麼把鏡頭關掉了 好,重安你今天的都有寫嗎 有 有,好,那你可以先去休息了 明天見,掰掰 掰掰 博成鏡頭打開來,我要檢查你的那個聽寫 好,我現在再給你看一次你剛剛的聽寫 你還有6789還沒寫對不對 好,那你把6789的果字寫起來 等一下你再去補布手跟語詞給我 我每天要檢查喔,好不好 你先抄題目,來 6789題目先抄 6789時你抄完之後你再告訴我喔 你有聽看嗎 你有聽看嗎 有阿 你有沒有記起來了,我等一下考你你會不會記得 因為你很棒阿,你現在都有記得了 可是你那個 你注音錯了捏 你怎麼二針三針都忘記給我 我檢查你們的 外面好像有衛生紙 你去外面看看有沒有 你去外面看看有沒有 我擋理寫完了嗎 可以 我擋理寫完了嗎 你自己拿一張 我看你写完了吗 老师,我写完了 我看一下,在萤幕前,因为我看 好,OK,写得很棒 你等下要把它补上,好不好 要把它补完,然后你等下就先休息一下 先上完英文课,英文课上完之后再补,好不好 OK吗 然后你今天的评量要写,要再多写一页 好,那你明天不要再迟到了,明天一样两点半 好,明天两点半,拜拜 明天见,拜拜 会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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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